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保证中国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那中国能否兑现这个承诺 另外美国制药商莫德纳宣布 研发中的新冠疫苗第一阶段人体试验显示出乐观信号 这款疫苗前景如何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叶凡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保证 中国的新冠疫苗开发成功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的公共财产 那中国新冠疫苗开发离开成功还有多远 习近平能不能兑现他的承诺 2018年疫苗治乱后 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 今天我们要请前沃尔特里的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 林小旭博士来为我们分析和解答 林博士 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您邀请我 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在世卫大会上保证说 如果中国研发新冠疫苗成功要作为全球的公共财产 那这个承诺到底是什么含义 我觉得这个承诺当然是要在这个疫苗能够成功开发的这样一个前提下面 那实际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疫苗的开发 对于世界各国现在确实在这个激烈竞赛之中的各国来说 其实疫苗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产品都应该是属于全球人们的共同的这样一个智慧的结晶的产物 所以我并不觉得说这个许诺有特别大的意义 因为换一个角度来说 现在这些疫苗都是不同的疫苗公司开发出来的 即使是中国现在比如说正在研发的这个Cansino公司的这个腺病毒所做的疫苗 它也是属于Cansino这个公司的 虽然这个公司是属于这个有军方背景的 但是最后呢他要想做大的临床试验 他也必须跟大的生物公司合作 很可能跟跨国的公司合作 所以最后这个疫苗呢 很可能本身就会是一个全球都有可能够用得到的一个产品 所以并不需要习近平做这样的承诺 其实很可能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可能用到 只要说这个疫苗是有效的 那是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中国的公司研发出了疫苗 然后他就放弃了所谓的这个知识产权专利啊 或者经济效益呢 不见得会 因为我觉得正常的疫苗的这个生产过程 特别是要大规模生产对吧 你生产几千万级三亿剂的这个疫苗的话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小公司可以做得出来 而且一般都是大的跨国公司参与 而且呢特别是第三期临床试验是特别大的话 往往很多地方会会跨医院跨研究中心 跨国的这些合作一起来做这个疫苗的研发 就是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很多情况下是跨国的 所以其实它本身不会只是局限在中国内部 我感觉上会它一定会走出这一步 而且现在确实中国本身的疫苗也面临的一些生育 过去也有过就是劣质疫苗假疫苗的问题 所以它跟跨国公司合作会增加它的信誉度 所以在这一点上最后的产品 不见得说中国这个Cansino公司就彻底放弃它的专利 只是它应该跟其他公司合作分享 那习近平做出了这个承诺之后 会不会提高就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也平息国际社会对中国早先处理疫情不当的这样的批评之声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 因为即使它不做这样的承诺的话 其实人们对于中共早期掩盖疫情这个事情的追究 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它现在做了这个承诺 这件事情并没有说就因此而淡化 而且我觉得整体上其实是国际社会 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 到底这个病毒的来源是怎么样的 这有助于预防也可能以后还会有再一次爆发 要么比如说是其他的动物再一次传染到人等等 所以对于国际社会来说 它必须去追究这个病毒的来源是什么 那当然中国方面掩盖这个疫情 早期的时候特别掩盖后期的时候 也对于这个死亡人数 还有这个感染的人数 还有就是无症状感染人数 这多方面的这个疫情没有真实数据跟国际社会共享 这个当然是由它责任所在 所以国际社会才会追责 那这一点我觉得并不会因为一个领导人 做了一个简单的承诺后 就给它淡化下去 也许有些国家会买张 但我觉得主要的西方国家不见得会买张 那现在中国疫苗开发 据你所知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在国际上是不是处于领先的地位呢 中国确实投入了比较大的资源 来在疫苗方面做这个竞赛 确实是有很多个疫苗 现在已经就是在快速的研发期间 比如说像Cansino公司 也就是由这个军事科学院下面的一个生物工程研究所说 他们所主导的研发的这个腺病毒 作为载体的这个疫苗 它已经完成第一期和第二期 这个注册病人的这个注射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当然在这一点还是很快的 那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其他国家来看 可能中国在这方面其实还跳过了一些步骤 因为往往一般来说都是要等第一期的结果 至少说第一期的结果比较明确以后 确定了安全剂染以后才会上第二期的临床实验 但是中国基本上是二期就是紧随着第一期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在这点上它是跳过一些步骤加快 那另外呢中国还有两个烈火的疫苗 也已经开始一期的临床实验 那这一点上当然是也是挺快的 那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呢 目前全球大概有十种不同的疫苗已经开始第一期的临床实验了 那美国的这个Moderna公司的这个MRNA疫苗也算是相当快的 那大家看到前两天有关于它的这个初步研究的一个透露的信息吧 但是我觉得中国方面呢也可能进去 我觉得也会有类似的动作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第一期临床实验的初步的结果 最主要是安全性以及它是否会激发这个抗体的产生 那这最基本的问题 我觉得很可能中国方面也会尽快提供出信息吧 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康希诺生物有限公司 就是中国的处于也是领先地位 在研发新冠疫苗方面 那现在世卫组织已经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汇总资源的试验计划 试图的通过汇总数据和这个资源来加快安全有效的来开发新冠疫苗 可是呢也有国家反对 比如说特朗普总统就反对说 我们不能依赖WHO来领导全球开发新冠疫苗的这个行动 你怎么看 其实我是觉得目前的一些跨国的合作的疫苗开发的平台的话 其实他们本身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信息的共享和资源的共享 像CEPI 还有这个像比如说Berlinda Gates Foundation 他们也制住了多个这个疫苗的这个开发等等 还有很多就做这个病毒模型研究的 他其实很多特朗普普克斯他们做这个COVID-19的模型的研发 他是全球的资源他都可以迅速收集起来来 做这个模型的这个预测啊等等 那疫苗开发的话 这个像Moderna公司他们所做的这个疫苗的研发 他其实跟很多个医疗中心都有合作 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就是WHO能不能更有效地 促成这么一个平台 目前我觉得先打一个问号 而且呢WHO说实话很多情况下它确实比较官僚 我以前多个朋友也在WHO工作过 就是即使是在这个Ebola outbreak 或者是Mers outbreak过程中都知道 就是WHO的很多效率是很低的 在这种全球疫情很严重的情况下 WHO能起多大之后能不能快速调动它的资源 是打个问号 因为WHO在很多地方虽然有所有办公司 但是它并没有很强的资源力 在这点上WHO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而且像比如说像流感疫苗的这个检测 其实像美国等等 他们虽然也跟WHO分享 但是它其实它自己内部的运作的这个效率要快 跨国分享跨国样品的分享 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很慢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并不觉得WHO一定在这方面能起特别大的作用 那现在这个中国在研发新冠疫苗方面 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 有专业人士说现在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要进行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几乎是不可能了 也有传说中国正在寻找海外另外一个国家 来进行第三期的人体试验 这种做法的可能性有多大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疫情不能说是完全就受到控制了 目前很多信息传出来的是包括武汉 也有很多的这个病例的复发 然后在吉林啊黑龙江啊等等地方都有就是 这种社区性的这种爆发的案例 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说是疫情减缓了 但是并没有说完全成功过去了这个疫情 那当然现在好像人数会 就是参加这种临床试验的人数会难找一些 特别是到三期临床试验你要大规模的人 那按照目前情况来说确实是中国需要跟国际社会合作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希望的跟国际社会合作吧 这样才会能提高中国研发出来的疫苗的这个信誉度 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全球推广 我觉得应该也有好处 至少我相信Consino公司一定是希望跟其他的跨国公司合作 这样他们的公司的股价也会进一步上升 那说到生产 中国研发出的疫苗在生产方面 会不会主要在中国生产 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中国生产的这个医药的信誉 产生了怀疑 特别是这次发生了新冠疫情后 很多国家都在要提倡跟中国脱钩 所以在生产方面你觉得会遇到哪些挑战 生产方面我觉得就是看中国政府方面 政治力量的介入能有多少 当然因为Consino公司比如说 它本身就是军方的背景 可能政府对它有要求 要求扶持本地的或者是说本土的这样的疫苗生产公司 但是我就觉得中国没有特别大的这种信誉度非常高的 跨国的医药的公司 所以在这点上当然是中国本身的一个大的缺陷 而且疫苗的生产其实这个标准也还是蛮高的 GNP生产这个要大规模生产 而且要达到GNP的标准的话 其实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一个项目 甚至连我以前在美国军方工作的时候 我们开发疫苗到了三期以后 绝对不是自己做的 军方这么大的这个机构 这么大的资金都不自己做 一定是让这个商业性的这些医药公司去处理 所以我觉得中国除非是政府方面要求说 你这个Consino公司必须用本土的公司 不然的话Consino一定会找其他跨国公司合作 那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在2018年中国出现了几起疫苗丑闻 发生在这个长春长生制药厂 一个是这个狂犬病疫苗 这个是他们在那个生产方面做作家 另外一个是百日破疫苗 有25万只的有问题的疫苗打入了儿童的体内 所以经过这些丑闻以后 你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的信任度有多大 有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中国的疫苗 这方面的顾虑我觉得是肯定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在这个生产出来的 成品的这个资料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首先一定会看第一期第二期临床实验的结果 到底你这个实验结果上可信度到底如何 因为这么多疫苗在竞赛之中 对吧在开发在竞赛之中 那所有的这个研究结果出来一定会互相比较 哪个哪个疫苗它的安全度最高 那它的抗原这个激发力是最强的 安全性最有好最有效 那量产最容易价格最便宜 它有好多因素对吧 这会决定到底国际社会会 会选择哪一种疫苗 作为全球推广的这个疫苗 所以谁生产的快不见得是说 就是谁效到最后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看 就是哪些疫苗是比较有效又比较安全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中国方面又有就是过去有这样的 不好的这个劣迹吧 那确实会引起国际关注 那我觉得国际社会也会看 中国政府过去对这些 劣迹疫苗的事情是怎样处理的 在这之后 有没有提高 疫苗资料的把关的问题 因为当初你当初这样事情爆发以后 你很容易就当地找一个 找几个替车羊 对啊 但是问题的核心应该是政府监管的问题 你导致几万的小孩子注射了类似的疫苗 这么大的事情 所以承担了责任 对不对 不仅仅是公司的问题 那政府方面能不能有效的 借降的这个丑闻 提高这个对疫苗的这个管理 还是说继续纵容一些利益集团 继续谋暴力 对吧 过期的疫苗 甚至也没有就是抛弃掉 哪怕注射到小孩子身上 这样子就是违背良心的事情来说 当然在国际社会上来说 会被唾弃的 所以只有说中国政府能够展示出来 他们在这方面有实质的这个处罚 而且有实质的这个资料的把关的 这方面的环节的提高 那我觉得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这个疫苗质量的信任度 才会提高 所以中华来看 我是确实觉得 中国即使是把疫苗研发出来 这些公司的话 很可能还是会找 国际型的大的公司去合作 既然生产出来的疫苗 就是国际社会才会放行 那它才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不然的话很难竞争 好 非常感谢前沃尔特里的陆军研究所 病毒专家林小旭博士 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